我们知道酒精是对胃黏膜有很明显的刺激作用 那轻者的话可以表现为胃胀或者胃不舒服 那严重者呢 酒精对胃黏膜刺激引起巨大的一些溃疡啊 或者是很明显的糜烂 也会引起严重的可以出现呕血的 对于酒后胃难受 如果说症状非常明显的话 我们一定要到医院来就诊 那医生会根据情况我们来对症治疗 那就是比如说以疼 就胃疼为主要表现的话 我们会开一些胃黏膜保护剂 或者是质子崩抑制剂来抑制胃酸的分泌 或者保护胃黏膜 那对于胃胀为主要表现 或者恶心呕吐为主要表现的话 我们主要是服用一些 促胃动力的药物来进行缓解症状 酒后胃难受 如果说胃上的症状比较明显 那饮食上还是需要注意 一定不能继续再饮酒 另外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 也是不能进食的 主要是以流食为主 或者是半流食